- 看完李懿的影片以後你還沒有體會過VFC CUSAIDER他們出的2-Stage Trigger的話幫我點個訂閱和喜歡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分享一下 CUSAIDER他們出了For VFC所有AR的2-Stage 版機 那這個版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會在影片裡面詳細的跟大家說明 那在這之前如果你已經有購買了那一組版機的話 建議給專業的店家來安裝 因為如果你安裝的方式或者是調整的時候沒有調好 它有可能會誤促然後導致軸貨 所以這一點是還蠻重要的一點 在影片開頭就特別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除非你本身就是對這套版機已經算蠻熟悉的 那當然可以自行調整 建議新手如果要換裝這個版機的話 拿給熟識的店家 或者是你們可以直接到VFC的五角大廈 請裡面的人幫你們調整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先趕快來開始點點影片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介紹這一個 CUSAIDER他們推出的2-Stage Trigger 那這個2-Stage Trigger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就先來拆給你們看一下 好 那打開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使用說明 想看的你們可以稍微暫停一下 那這個就是教你們安裝的方式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2-Stage的板機組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就是它板機的部分 其實板機的話應該是跟Single Stage的大同小異 但還是有一點點細微上的差別 那你可以看到這是有兩個大部件組成 一個是脊椎溝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下面的板機 那這組板機組呢都是鋼製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是它的脊椎 兩段式的脊椎 那這邊是勾後面 然後這邊是勾前面 那這就是它的一些零件包 那大致上的內容物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拿 我已經先拆好BCM 它原本Single Stage的板機組 給你們對比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在我右手邊的這個就是Single Stage的板機組 左手邊這個就是新版的2-Stage板機組 從鋼製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兩者蠻明顯的差異 Single Stage的話它這邊是沒有多一個勾子 然後2-Stage的話在下面這邊有多一個 那板機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勾子的這個部分 Single Stage的話它是單一個 2-Stage的話它是兩個 BCM它們原廠的這個也是鋼製的 這個2-Stage的板機也是鋼製的 那這兩個螺絲其實還蠻重要的 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稍微的講解一下 然後是先讓你們看一下外觀上的差別 好 那再來我們就先換裝一下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到底差別在哪裡 好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已經都換裝完了 那這次我要講的這個東西為什麼說還蠻特別呢 因為之前其實我沒有看過 GBB上面它是有做2-Stage的脊椎組 那我們現在已經是把脊椎先下壓 2-Stage當你扣下板機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現在脊椎是釋放的狀態 那我們再把它壓回來 你會發現我們通常如果是Single Stage的話 你放到一個形成了以後 你會聽到卡一聲 可是你會發現釋放掉脊椎的那個timing 非常非常的短 這個都是可以依照射手的要求去做調整的 那調整方式就是你們看到裡面那兩個螺絲 你可以再看一次 我們釋放掉 還扣著板機喔 然後慢慢放 放掉的時候你會看到卡一聲 然後我再輕輕真的是稍微點一下 脊椎就釋放了 那我們再來看看Single Stage的 Single Stage當你扣下板機的時候 脊椎釋放 我們再壓回去 然後慢慢放板機 放了以後你會聽到卡一聲 再扣下一發的時候 後壓力度比2-Stage的板機還大 再給你踩一次 慢慢放掉 然後這樣子再稍微抖一下 脊椎就釋放了 這個是Single Stage 那當然我們要到靶場來 實際的打給你們看以後 你們會看得更清楚 2-Stage跟Single Stage使用上差別 那我們就先趕快到靶場來 實際的測試給你們看吧 好那我們現在到靶場來 我們就是要來分享這個2-Stage的Trigger 那今天我分別帶的都是VFC他們家的產品 給你們看過好幾次的 SR-16 跟這一把 他們最新出的 BCM MCMR 這一把MCMR 就是我換裝2-Stage板機的槍 SR-16它就是維持Single Stage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從外觀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你們看不太出差別 看起來都一模一樣 主要今天就是分享說 我們在使用這兩個板機上面 究竟會有怎樣的差別 以及在針鐵上面的應用會是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都會一併的分享給大家看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趕快的來拍給大家看吧 好 那在我們開始射擊前 先大概稍微的跟大家講一下 2-Stage的Trigger 運作的原理是什麼 自己後來有再調整一下 調整到我覺得最舒適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可以先看喔 錦影師你幫我過來這邊一下 好 我們先扣第一發 然後你會發現它可以再往後一點點 那我們再上膛 我一樣壓著 放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們可以聽到Cut一聲 然後我輕輕再往後點一下 它就擊發了 往前放 然後這個Wall要撕的力度就很短 輕輕點一下 它就釋放掉了 那這個就是2-Stage跟Single Stage 還蠻大的一個差別 當你釋放板機 然後到一個程度 你會聽到Cut一聲 那一聲通常就是代表你到了那個Wall的地方 然後你再吃一點點的力 板機就釋放掉 那這個就是跟Single Stage 還蠻大的一個差別 2-Stage 板機它比較適合精準射擊 跟你本身喜歡違控板機的人所使用 那我們現在就來 直接打給大家看一下 實際的使用體驗你會覺得說 當到Wall的時候 你在扣下板機的那個moment 你會覺得板機的力度非常精 它不會因為你扣動板機 而影響到你射擊時的準度 基本上就是可以讓射手更好去瞄準你的目標 那大概這個就是2-Stage板機 我們在使用的一個情況 那接著我們再換Single Stage 給大家看一下差別 那麼可ян 我們就讓你派ập說 中文字幕編曲, 李宗盛 好,那接著這一把SR-16 就是還沒有換成2-Stage的板機 它是Single Stage 我們一樣給大家看一下它的作動原理 基本上呢,我們先扣板機 然後我們上躺 放到這邊的時候,它已經到了那個Wall 我們需要畫比較多的放數去扣動這個板機 再給你們看一次 基本上你要撕的力就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這個就是2-Stage跟Single Stage的差別 我先打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再來分享一下使用上的感覺 Single Stage的板機呢 如果是對於你要快速射擊的玩家 那我會覺得Single Stage可能比較適合你 這個就要回到說 到底是2-Stage好還是Single Stage好呢 那其實講起來沒有一定 主要是依據射手在射擊時的偏好 所以這兩者的話 今天看過這支影片 你們可以稍微的去分析一下 對於自己的射擊要求 你們比較是偏好2-Stage還是Single Stage 那大概上這個就是Single Stage跟2-Stage使用上的差別 3-Stage不要隔 1-Stage使用下隔 1-Stage沒有牙齡齡 2-Stageoden 2-Stage 1-Stage 2-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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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打了成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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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都是会换这个2stage的板机 因为对我来说我在操控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板机可以让我比较更灵活的去设计我的target 那也改变了我对于操作枪制的一些些习惯 像比如说如果我在使用single stage的板机的时候 其实我在扣动的时候如果今天要进行快速设计 其实我用的那个力道是会蛮大的老实讲 多多少少都对我在设计目标的时候造成一些些的便宜 那换成这个2stage板机以后 当你抓到那个wall 其实你可以很轻松的设计目标 速度稍微输single stage一点点 但不会查到太多 那这一组板机呢 其实我也有访问过我在美国的朋友 他同时是在美国的华裔设计教官 就是大家所从事的小赵 我那时候有问他说 以你们当地或者是你中招的人在使用的话 大部分都是使用哪一种的板机 他给我的回复是大部分都是使用2stage的 小赵同时他也帮我问过了很多 像law enforcement的或者是游记兵 他们都有使用2stage的板机 他给我的回答也是蛮简单的 就是依照射手的习惯 只不过他中招的几乎都是使用2stage 但当然他有遇到使用single stage的 做一些简单的快速设计 他们就是比较偏好使用single stage的 总体来说不管是single stage或者是2stage 这两个板机没有所谓的好与坏 只有射手的偏好以及使用习惯 你到底适合哪一种板机 就像李懿说了 这一组板机是一个非常非常前卫的一个板机 在很多厂牌上面的GVB 你是看不到这一组套件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在非常期待说 VFC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推出这个2stage的板机 那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确定他正式上升 售价大概2000多块左右 其实老实讲他不是一个便宜的改装套件 不过我觉得换装了以后 他确实是可以提升你在射击上面的稳定性 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 看完今天的影片包含李懿之前介绍的2stage版机 你们可以去试想一下自己最适合哪一种形式 然后再来决定你们要不要更换这一组2stage的板机 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用 那不管你是HKC16URGI 或者是上一代他们出的SR16 这些都是可以更换他们家的2stage板机 只要你是VFC系统的都可以更换 那有兴趣的你们也可以到五角大厦 或者是各大的枪店 他们都会有贩售这一组2stage板机 它是一个很吸引的产品 大家如果好奇 其实可以去买一组来使用看看 如果对自己调整的方式没有把握的话 建议是拿到店家给专业的人士去调整 好啦那以上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 这一个2stage板机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啰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集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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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fteen 拜拜 五 points